大家好,我们是今年的学术领袖生 我是Mae吴维鱼 上学期考试就快到了 不知道大家准备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学术领袖生会和大家讲一下 上学期考试的准备重点 在准备考试方面 各位同学可以组成学习小组 在自习室学习 遇到不同的学科问题 可以向擅长该科目的同学请教 互相帮助 能力高的同学在教授其他同学的时候 都可以顺便检查自己 是否充分掌握了相关的知识点 另外,自行上网观看影片 也是一个好方法 同学可以在放学后 自行使用iPad观看有关课题的视频 例如在Instagram上 数学科会定时更新影片 由经验丰富的师姐师兄 为同学解答数学而难 视频的好处在于 可以因应自身的学习能力 调节进度,反复观看 就不用担心听一次不明白了 最后,读书学习并不是孤单的老 如果你在各个学科遇上困难 欢迎你联络各科的学术领袖身 学术领袖身团队 由各级学术成绩出色优秀的同学组成 目标是希望以同学身份服务大家 协助其他同学面对学业困难 我们会于每个Day X的五线时间 标志搜索当值 也会在一月增加当值时间 解答大家的学业问题 除了勤力学习 同学也要注下以下的常犯错误 学习是长年累月的事 切勿临急好佛脚 只是在考试前才做准备 这种学习方式往往效果不佳 容易造成知识的短期记忆 而非常掌握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持续学习的学习习惯 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花一些时间 複雜和学习新知识 避免在圣诞节假期 或者一月份才开始避试 另外,很多同学学习的时候 只是对着书本翻揭 其实,没有认真、明白、概念 只是机械式地阅读教科书或者笔记 而缺乏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可能达到表面的学习效果 只要题目稍有变化 硬背下来的知识就无法应用 最后就是各科的常犯错误 以中英文作文为例 同学经常粗心寻题 写下的内容 无法回应题目要求 严重失分 认考数学科的时候 亦都要善用计数机 避免因为高估自己的生存能力 而犯下低级错误 我是鄭晓琳 我们都明白 英识比试是充满压力的工作 各位同学 除了努力预备考试案 都要适当放松自己 有充足的学习 才是最好的英识状态 千万不要将一天所有的时间 拥用在玩乐或学习上 充足睡眠可以确保我的头脑清晨 考试期间才会外外滋滋 我自己习惯考试前 最少睡8个小时 以减少压力 弹来的疲倦感 合理安排时间和计划同样重要 同学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 将学习内容分配到不同的时间段 和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 合理分配时间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将压学集进到 减少时间上的压力 如果同学仍然觉得迷茫 不妨和旁边的朋友 或者国家破续领袖身素素 在此希望各位同学 上学期下试的努力突破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